今天有几个朋友来着我玩 于是我就让他们玩了 B的Cyber这款游戏 你 我太实际了 但是我觉得他那个 随着他那个韵律 特别解气带劲 是这样吗 是沿上的剑头砍 对 他让你往下你就往下砍 他让你往上就往上砍 我就听见声了 得动起来 得动起来 这是什么 躲 人还在躲 对 不是音乐拍的 还行 还行 到位 对 主要就是 按着他那个剑头方向 哎 怎么感觉 跳舞的感觉 对 一会儿你都动起来了 就是让你跳起来 对 跳起来就对了 哇塞 这么高 等会儿 多少分 比你高 一位数好 对 是 103什么 他这都佛印都出来了 你看 你脑子后面冒佛了 这真的是凶仙 哎呦 我天哪 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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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是你刚才玩的那块游戏 你的感觉是什么 我刚才玩的那块游戏 我刚才玩的 哈哈哈哈 我可能会因为这个游戏 而被爽招飞而设备 就是因为我在体验的时候 我觉得就里面它的画面感特别的真实 然后不管是你的场景啊 还是到哪个环境下 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以后 比如说场景要更加丰富的话 我觉得得省多少集票钱 嗯 就在玩的时候呢 这个手柳呢 会在这个你的光剑触碰到东西的时候 会给你一个小的震动一个反馈 这样的话很真实的 哎就要什么呀 显示你能触碰到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给你的反馈啊功效还是比较好的 你要没点基础 别玩 你家伙东西晕 知道吧 你先适应它那个里边的世界 好了 它已经睡过去了 感觉大家对于Beat Cyber还是很满意的 好了 我们今天的体验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会喜欢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好玩的VR游戏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朋友们我们下次见